欢迎观赏Zho军事频道 中国003,004,005超级航母 现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是否具备建造自己的核动力航母 航空母舰呢? 而能够不能够建造核动力航空母舰 取决于三个主要的因素 首先第一 是否有能力研发大型舰船的能力 第二个因素就是航母需要应用特别生产的钢材 这是特别制造的钢材 因为航母是几万吨的大驱在海上移动 而且有舰载机的上下飞动 所以航母的钢材是特别的抗气 所以舰载机的升降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技术的钢材技术 最后一个因素就是 航母的小型化核动力反应堆 因为航母在有限空间 不能携带太大的核动力反应堆 所以要建造一个小型的核动力反应堆 刚好恰致在航母的身躯之中 以方便节省空间发挥最大的功能 那么能不能够产生航母的舰载机的战斗能力 这取决于航母所运载的舰载机 还有航母所佩戴的所有的武器的先进扯兔 基本上航空母舰只是一个大铁板 如果没有拥有世界级的最高级的电子武器 以及最高级的舰载机 根本就是一个庞大的恐龙在海上等待敌人的导弹攻击 而沉入海中 关于第一个条件就是 关于船型研发方面的能力 中国的船舶制造业规模是属于世界的第一 每年的造舰速度有如下角式的 所以西方都对中国的造船业产生了一种 无穷的恐惧感 中国船舶方面拥有完全完整的产业链和各种 配套设施以及完全船舶造舰的服务人员 所以完全建造船舰和设计方面完全不是一个问题 中国船舶的建造人员高达30多万人 从最近几年的大型海洋舰船 可以看出中国的造船业以及造船人员的设备及 科技以及技术和文化技能都是世界领先第一的 中国就曾经建造出40万端级的大型扩扇船 奋斗者号以及蓝金二号都是现实的例子 更包括了军用的075军用的两栖攻击舰 还有正在研发的076两栖攻击舰等等 都是铁镇庐山 还有曾经建造的山东舰和洞洞山 都是很好的铁镇 所以建造一艘核动力的航空母舰 中国完全不是在前提之下 第二就是需要攻克船母的特殊材料 这是一个高科技的技能 也是一个世界技的技能 航母的钢铁完全无法在世界采购 因为这属于是一个军事的高等级的机密 而且航母的钢材对于材料的物理属实性 需要得非常非常的苛求 需要要求强度高 而且能够完全抵抗超强的耐冲击 耐高温耐低温的物理性质 还有低磁性等特点 现在这种技术在全世界只有少数的几个国家 能够攻克航母的用钢材料属于战略资源 完全无法在世界各地采购 而且是一个最顶级的世界军事机密 而中国早在2004年 已经由安钢攻克这种特殊的 航母钢铁技术 现在中国各地的钢铁厂都能批量生产 这种特殊的航母钢材 最后就是一个环节属于航母的动力私人后 就是核动力驱动系统 迷你型的核动力系统是航母的心脏 动力系统完全是核动力航空母舰的核心 中国在1970年已经研发出第一代的核动力的浅舰 因为在航母上的核动力反应堆是属于 迷你型的小运核动力反应堆 中和集团的零龙一号的反应堆 就是属于迷你型的核动力反应堆 这是基于军用核动力技术所研发的 属于超迷你型的核动力反应堆 适合于装置了一潜艇以及航空母舰之中 用于节省空间产生最大的驱动力 它尺寸属于高14米 宽度部属于15米 是属于超级迷你型的核动力反应堆 输出功率属于3100兆瓦 30万的马力 这已经超过美国的迷你支航空母舰的核动力反应堆 而且它的安全性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这个核动力迷你型的反应堆 超级含末 我们下一期再见 中文字幕幕组总 lee 簡型 无法小心 不留游走痕迹 不同ared c 代表八车 已终于 Sweat 不惜 Ke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